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殊的玫瑰花 它的颜色是蓝绿色的 做工呢也与众不同 那这朵玫瑰花究竟是谁送给我的呢 其实呢 首有余香的就是坐在我们舞台上的张大姐 欢迎您张大姐 同时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张大姐的女儿杨佳和她的好朋友 董红军大姐 也欢迎两位 您跟我们说一说 这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呀 是我在住院的时候 用咱们病房的消毒衣服的包装纸 做的 它的花心 是我用棉签 放上去的 而且它的周围吧 固定的是用咱们的医用胶布 把它给粘捞的 当时是因为什么住的院 我先后三年 因为淋巴流住到了医院 今天张大姐啊 除了送给我们玫瑰花之外呢 还带来了一幅特殊的画 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画是什么意思 这幅画啊 是我画的 心目中的淋巴流 这是用宣纸画的 我自己表了一个边 我觉得这个淋巴流 就这个癌细胞吧 就是这样缠绕的 一个练一个的 它就是叫什么 沁润到我的身体的各个地方 所以因为我们是淋巴流 全身这么多的 那个什么淋巴结 所以我感觉它就是一团一团的 我经常跟它进行对话 老跟它聊天 这也是我就是 跟它做斗争的一种方式吧 我经常对它说 就是我真的不怕你 我一定会打败你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得了一次淋巴流 可能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了 但是对于您来说 是这个淋巴流又复发了 反反复复三年 是复发了两次 前前后后一共是经历了三年 与淋巴流进行了三次对话 是的 佳佳在这段期间 是不是也一直陪伴着妈妈 妈妈得了三次淋巴流 然后都是以一个特别积极的心态 然后去和病魔去做斗争 然后包括她中间的话 和淋巴流对话 和她共存这些的 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积极的心态 好在还有董大姐一路相随 我和她是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了 在她整个看病和治疗的过程当中 是挺艰难的 我作为她的好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心疼她 是 有他们的鼓励 支持和帮助 所以我才走到今天 我也特别感谢他们 特别感谢三位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可能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不太清楚淋巴流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一旦得了淋巴流之后 它为什么会反反复复地复发 真的要是不停地复发的话 我们现在有没有好的办法 去对抗它呢 今天就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请到了来自于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 朱军主任医师 我们欢迎朱主任 您好 朱主任 欢迎您 谢谢 主持人好 你们好 朱主任好 朱主任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在和淋巴流打交道 对不对 是的 那现在淋巴流在我们国家 大概呈现一个什么样的 发病的趋势 会越来越多吗 我们现在的统计是 近20年以来 我们中国的淋巴流患者 大概每年以4%到6的速度 在增长 在所有的肿瘤当中 它也算增长速度比较快的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成立了最早的淋巴流专科 也在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 所以说全国各地 来我们医院看病的 看淋巴流的病人是比较多的 我们大概每年会收治 7000到8000左右的 淋巴流的新患者 那确实这个患病的人数 不在少数 是的 刚刚张大姐 在跟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提到了 在三年的时间当中 我们是与淋巴流进行了三次对话 因为这个淋巴流是得了一次 又复发了两次 是的 那我们就顺着张大姐发病的这个过程 来看一看 淋巴流一旦发病的时候 会给我们的身体 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我们先来看张大姐发病的第一个阶段 2018年的1月8日 张金荣和往常一样 在家做瑜伽 突然摸到自己腹骨沟的部位 长了一个硬的肿块 她预感不妙 又怕女儿担心 于是决定自己 先去医院看看 张金荣的CT检查结果显示 她腹骨沟的肿块是淋巴结 但这个肿块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仅凭CT结果 医生无法判断 就建议她下一步去肿瘤医院看看 张金荣开始紧张起来 在肿瘤医院的淋巴内科 她得知 只有取出一小部分组织去做活检 才能确定她腹骨沟的肿块 到底是什么性质 但比较麻烦的是 张金荣腹骨沟的肿块 离血管太近 去活检 需要做手术切开 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于是张金荣不得不硬着头皮 给女儿打电话 如实说明自己现在的处境 让女儿来医院签字 活检的结果表明 张金荣患上的是淋巴瘤 2018年的2月11日 她住院治疗 但此刻的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与淋巴瘤的战斗 仅仅只是个开始 女儿可心疼您了 从来没当着我掉过眼泪 我也从来没当着她掉过一滴眼泪 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就是病会那么地严重 我觉得挺意外的 因为我觉得就摸出来一个包 就是没想到有那么严重 真的觉得 我说怎么能得这个病呢 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症状 对 就像咱们说 就是癌症的那些症状 像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都没有 就是摸出一个包 就硬硬地在那 像她这个情况 就是长了一个包块 是淋巴结肿大 而且这个淋巴结肿大呢 很特别 我们叫做无痛性 进行性肿大 就她没有感觉 她就无意当中地发现的 这样讲起来 这个淋巴肿瘤很狡猾呀 对 因为淋巴瘤的 它的这种表现形式 是千变万化 各种各样 所以淋巴肿瘤 也是最会伪装的一种癌症 是的 我们也准备了一组道具 帮助大家来认识一下 长出的这个包块 到底是其他原因引起来的呢 还是有可能和淋巴瘤有关 咱们拿上道具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小吉你可以来试试看 从大小硬度 你感觉一下 哪一个可能是肿瘤 哪一个可能是 我们认为是一般的 炎症的炎性 感觉一下 右手的这一个 相对小一些 但比较硬 然后也不动弹 左手的这一个呢 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有弹性 软软的 还能在底下来回的活动 那哪种 哪种不太好啊 你讲得很专业啊 基本上把它的特点都说出来了 硬的 不太活动的 往往我们是特别不放心的 相当于它长得快 长得比较硬 而且相对比较固定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那个 癌写的那个字 你看一个病字旁下面 三个口 一个山 山上的岩石一般的 那么硬 那就是长得硬 包包就是很不好的 所以说你从这种感觉下 我们古代的 这个发明的这个汉字 是蛮有意思的 象形蚊子 象形蚊子 它像岩石一般的硬 我们就叫它 癌 癌症 而这种稍微软一点的 甚至还有点活动的 这种情况下 岩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现在您可以给大家揭晓了 底下到底藏的是什么 所以说你看你摸出来的 这边是品棒球这么硬的 就是淋巴肿瘤长出来的肿块 对 它就是长得快 长得硬 相对比较固定 跟你消炎不消炎没啥关系 那就要特别的警惕 会不会是跟癌有关系 而炎性的包包会软一些 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快 而且它能够有点活动度 通过消炎稍微好一点 那可能跟炎性肿块有关 当然这种叫自茶自摸 不算数 最终的是不是癌 是不是淋巴流 必须要做活检 穿刺 要做病理活检 穿刺呀 手术啊都可以 其实一开始张大姐就是摸到自己身上 有一个包块 才去做的检查 做了穿刺 确诊为是淋巴肿瘤 您摸到的 一开始长出的那个肿块 手感是什么样的 您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特别深刻 刚开始摸到的时候 就是一个圆圆的像 就是比咱们鞍春蛋 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东西 而且它纸地把它也像鞍春蛋一样 硬硬的 不活动 确实是这样 这可能不好 对 那后来有没有长大呢 长得还挺快 长成像鸡蛋那么大了 我最明显的增长 特别快的是我第二次复发 就发现的时候就在这个部位 就发现了以后 像咱们的乌鸡蛋那么大 就比鞍春蛋大一点那么大 后来迅速地增长 就一个月之内 就长成了跟鹅蛋似的 就像拳一样 长得挺快 就在这点 而且疼了 因为它这个位置就疼了 原来这边不疼 那您说这个淋巴肿瘤 所带来的这个肿块的变化 它怎么还会迅速地生长 它就是代表了淋巴瘤的特点 进行性的肿蛋 所以说你说长这个大包 有没什么用 光带来负担 像肿瘤就是负担很重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肿瘤负荷 它长得快 你看它的感受特别明确 长得快 而且还比较硬 有最小的像小鹌春蛋 后来就长成鸡蛋 然后你看后来它说像鹅蛋 那就是一种动态的变化 是说明癌细胞分裂的数量 更多了吗 对 长多了 快速地增值 然后长这么一个大包 完全没有用 又不好看又没有用 它消耗我们的营养 它把那些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 可能就是长这个无用的 坏的大包去了 所以我们人就消耗了 就不好了 就会带来其他的症状 您刚才提到了 这个淋巴肿瘤是最会伪装的癌症 因为它没有典型的特征 对 要么就在身上摸到一些包块 才能够发现 那除此之外 您发现就是相对来说 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 有可能会出现 您给我们的观众提醒一下 像这种淋巴结 长大 快速地长大 我们称为局部的表现 其实呢 我们淋巴流 相当一部分 还是有一种 肿的笼统的 我们叫全身症状 全身表现 比如说 有一部分淋巴流患者 它可能会出现 莫名其妙的皮肤烧痒 觉得怎么那么就痒了呢 跟什么 接触什么 吃什么 也没多大关系 极少数的病人 可能会有一种说法 说我可能喝口啤酒 喝口红酒 更痒了 不喝也痒 喝了更痒 它这种皮肤烧痒的表现 你看就算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特点之一 这种烧痒的表现 常常在一种典型的淋巴流 我们称为 喝气金氏淋巴流 比较常见 可是我们生活当中 有太多的原因 会引起来皮肤的烧痒 干燥会引起来 过敏也有可能会引起来 那一旦又是淋巴流 发生了 所引发的这个皮肤烧痒 有典型的自己的特点吗 它这种烧痒 就是感觉到突然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莫名其妙就来了 而且越来越重 越来越厉害 它可能跟我们一般说 什么过敏的烧痒 你有点原因 季节性的 花粉 或者吃什么东西了 过敏 它都有诱因的 而且可能来的 突然也消失得快 那我药可能就会好一点 而这种肿瘤性的烧痒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它会搞得人很烦躁 休息也不好 就一直在养 越扣越 养越扣越厉害 所以这种养也是一个 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可以通过动画 让大家来看一看 为什么淋巴流会引起来 全身的 无法缓解的烧痒 你看我们 所以说血管里面 当你得了病以后 它会释放一些 特定的细胞 这些特定的细胞 四酸性粒细胞 还有一些细胞因子 这些细胞因子通过血液 释放到身体外面 它就会引起皮肤组织的烧痒 所以说它的这一种烧痒的表现 跟血液的一些细胞 或者细胞因子有关 而这种细胞和细胞因子的 增多和释放 是跟这个肿瘤相关的 它的根是肿瘤细胞 而导致了这些释放 因此引起了烧痒 哦 明白了 这也是一个相对典型的表现 是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反应吗 您再给大家提示提示 还有就是 你觉得莫名其妙的 人瘦了 消瘦 很明显 这个不是我们特意的减肥 不是特意的不吃东西 加强运动 或者特意的去吃减肥的药 嗯 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原因 人就明显的瘦了 连自己家里的人 朋友都看出来 你怎么越来越瘦呢 这种莫名其妙的消瘦 要值得注意 还有呢 就是在你瘦的同时 你感觉到特别发力 嗯 越来越没劲 还有一种表现 就是会发烧 莫名其妙的发烧 嗯 你要说在新冠期间发烧 你还要小心呢 别把你当成是新冠病毒感染了 但是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发烧 说来就来 而且还反复持续的高烧 嗯 这些都是我们淋巴流 常见的全身表现 嗯 那对于张大姐来说 是典型的症状当中 您出现的只有长肿块 这一条是吗 对 其他的都没有出现 其他的 我觉得 因为在笔书说 咱们工作累了 就是 你觉得 疲惫吧 我觉得很正常 就没在意 就没往那方面去想 对对对 从来没往那方面去 所以为什么说意外呢 就特别意外 后来就是找到了朱主任 来进行系统的治疗了 是不是 对对对 嗯 那第一次啊 就是在张大姐发病的第一个阶段 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啊 好不好 效果相当好的 对 我们淋巴流的治疗 在明确了病理的诊断 全面的评估 我们也叫分期 嗯 还包括做全身的检查 主要要了解他的 心 肺 肝 肾 血液 等等功能 然后我们给他定出一套完整的治疗计划 嗯 这个计划主要是以化疗为基础 有时候需要化疗和放疗的结合 嗯 然后我们再开始做治疗 总之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说明我们用对了方法 是的 嗯 但是第二次又复发了 是的 本来是18年7月 我结束了 就第一个阶段治疗以后吧 我就觉得从此跟淋巴流 拜拜了 嗯 就特别高兴 没想到一年以后 他又找上我了 嗯 我就迎来了和淋巴流的第二次对话了 嗯 一年就复发了 那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在复发的这个阶段 张大姐又经历了什么 张金荣的治疗过程从2018年的2月持续到2018年7月才结束 这五个月来 他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去做 取得了不错的治疗效果 他的身体开始好转 生活也重新步入了正轨 谁知治疗结束刚过了一年 在2019年的9月 张金荣在左侧锁骨上又摸到了一个硬肿块 这个肿块摸起来和上次出现在复骨沟的肿块很像 他当机立断 马上掏出手机 挂了个号 这次的看病流程和上次一样 取肿块活检后 医生告诉他 是淋巴流复发了 从医院回家的出租车上 张金荣稳定住自己的情绪 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喂 佳佳 那个结果出来了 就是复发了 我说的没错 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样吧 正好赶上十一了 我跟医生说好了 完了 咱们先去北戴河 看看大海去 再吃点海鲜 回来我再治病 行 没事 我挺好的 有病就治呗 现在就是慢性病 没事啊 挺好的 放心吧 话语是说得挺轻松的 但实际上 当您得知淋巴流又复发了 那一刻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心里就觉得 我觉得对我生命好像没有威胁 这个我特别坚信 但是又该受罪了 这个头发 又该没有了 我觉得我对这个是最关注的事 其实就治疗的这些痛苦吧 我都能承受 就是这个掉头发 我觉得就没有多少天啊 刚长出来的头发又掉了 而且连眉毛都掉光了 就这个吧 所有的这些痛苦 又要来一遍了 对 就心里吧 确实就有波澜 但是我觉得还是特别充满信心 觉得我没问题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朱主任 一开始我记得张大姐提到 肿瘤是长在了大腿根的位置 但是这一次复发 它居然长在了锁骨这个位置 对 它还会来回跑吗 对 所以说我们说淋巴瘤啊 是一个全身性的病 因为我们淋巴系统是全身都有的 所以说淋巴瘤它也可以到处都在 全身都可以长 那么它第一次发病以后 我们经过系统的标准的规范的治疗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但是大概在一年左右又出现了 再次证实是这个 跑了一个别的地方 那么就说明 第一呢 淋巴瘤是有可能通过我们的治疗 控制得非常好 甚至得到治愈 但是第二呢 有一部分病人 还是有可能会复发进展的 一般来说是在同一个地儿复发 还是多鉴于在另外一个地儿 长出来复发 在原发部位复发的几率相对要高一点 但是它也可以跑到你 任何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你在治它长到锁骨上 我们还有复发表现在哪儿 一下跑到脑子里面去了 脑袋里面去了 我们把它称为中枢的复发 技乏于中枢的病变 说什么地方都有 因此我们就需要定期的观察 到医生那儿看 做定期的水访 这就是我们水访观察的重要性 您刚才提到了 我们全身都有淋巴系统 只要有淋巴系统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会长出淋巴肿瘤来 那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来自于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 张成副主任医师 来跟大家说一说 在我们身体的哪些地方长出包块 恐怕就要引起您的重视了 有请张医生 您好 张医生 欢迎您 就像刚才我们朱主任提到的 我们淋巴瘤呢 是一个全身的系统的疾病 所以我们的淋巴系统 包括我们的淋巴结 其实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角落 可以说 那我们把淋巴结呢 主要分了两大部分 一大部分呢 是在我们的前表 那在前表的地方 是我们平时容易看得见摸得着 容易引起我们重视的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深藏在我们人体内部的 这时候呢 可能不太容易被发现 所以只有靠我们这种常规的体检呀 这样的手段来检测出 那我们先看我们前表的淋巴结 我们前表的淋巴结呢 主要分布在我们包括颈部 包括我们的腋下 包括我们的腹骨沟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前表淋巴结的一些部位 除了前表之外 那深部的一些 可能就是比较瘦的人 也许腹腔包块比较大的时候 可能躺着 他会摸到这样的包块 但是如果要是脂肪比较多的话 他可能也不太容易摸到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摸这个淋巴结的方式 想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因为在我门诊 经常会有人来到说 大夫你看我这儿有一个大包 我一看怎么掐的呢 就是这样一掐 或者这样一掐 我说 我是腹乳 我说用您这种方式掐 可能大家都会有 但实际上呢 我们在摸淋巴结的时候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指腹 来这种滑动 往下慢慢地滑 对 这样如果有淋巴结的话 就会摸到咯噔咯噔的这种感觉 会有一些小的淋巴结 这儿呢 这儿也是 对 这个是锁骨上的这个 就是我们拿指腹这样平顺地滑动 不要去掐 不要去抠 所以字简也很重要 是的 好 感谢张医生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张大姐 刚刚我在看短片的时候 发现一个细节 说您在复发之前 家里面好像出了一些事 您一直挺忙活的 是不是 对 正好呢 因为我妈把她就是 后来岁数大了以后 就脑子不太好了 她白天把她也不睡觉 晚上更不睡 就溜达 照顾她 对 正好赶上我们家那个 就咱们下水改造 我妈那边住的是一楼 后来呢我就把她给接过去了 接过去等于她就是真的 夜里就不睡觉 我觉得这个失眠吧 特别影响健康 你就一直看着她 那身体也挺累的吧 因为我爸那个 那时候就卧床了 快90岁了 我们阿姨呢看着我爸 所以就那阵吧 我也挺紧张的 就24小时的要看护母亲 心里紧张 再加上身体疲劳 很有可能就导致了复发了 是的 嘉嘉你觉得妈妈 是不是一个特别勤劳 里里外外都靠她 对 就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其实是特别特别高的 然后她但凡是做一件事情的话 可能都特别想把那件事情 做到近乎完美的那种 所以会让自己 就是会比较疲惫 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 但是实际上身体 也承受了很多 是的 在闺蜜的眼中 董大姐您觉得 张大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呢平时在工作上 非常的努力 无论交给她什么工作 她呢都去想办法 把她去努力地做好 完了平时我们有什么困难呢 她也总会是热心地去帮忙 热心长 对对对 你看勤劳追求完美 爱帮助人 其实这都是优点 但是时间长了的话 可能身体也真的有一点 是不消了 对 那朱主任您看到的这些病人当中 会不会有很多 也像张大姐这样 可能发病之前 家里边有一些事 导致身体挺疲劳的 才发病的呢 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吧 特别是像这个患者 他经过治疗 本身是在康复期 在观察期 也就在一年左右 结果他在家里 碰到那么多的事 他又有那么大的责任 他又要尽心尽力地去把所有的事 都做得那么好 所以他可能就很累 而这种累呢 他也没有跟别人说 或者让更多人的男人帮他分担 时间长了 他这个免疫系统 就像刚才他讲的 如果睡不好觉 睡觉实际上是我们对于免疫系统 身体的一个很好的修复和康复 如果老睡不好觉 疲惫 可能就会出点状况 他也碰巧了 正好这个时候 肿瘤可能又来找他的麻烦了 免疫系统呢 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防御系统 你也可以给它比喻为 是保护的城墙 我们的长城 我们的城墙 保护我们身体 免受外界的干扰 或者倾息 这种包括病毒啊 细菌啊 或者外来的各种因素呢 如果我们这一个系统出问题了 一天太疲劳了 它就会有漏洞 就会有这个 那么外来的 比如说病毒就会来影响 那么病毒在影响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免疫系统时间长了 不堪重负 就会出现问题 甚至它本身的免疫细胞 淋巴细胞 就会产生变化 我们叫突变 就会变成恶化 然后这些肿瘤细胞啊 就可能淋巴肿瘤细胞 就会长起来 嗯 现在种意考清楚了 所以说淋巴肿瘤 也算是累出来的一种病呢 就是跟你的免疫系统 你照顾不好它 它就会出毛病 应该有好好的 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的 一种生活习惯 或者对自己健康的保护 嗯 那对于张大姐来说呢 我们已经跟这个恶性的淋巴肿瘤 有过两次交锋了 本来以为这场战役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万万没想到的是 它又卷土重来了 又一次结束了治疗 张金荣康复了 感觉自己如获新生 他彻底想明白了 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开心快乐 他和好朋友四处旅游 在田野里大声地歌唱 2020年9月 他感觉自己左边的胳膊 抬起来很困难 一开始还以为是得了肩周炎 可是每次抬起胳膊 夜下都有拉扯的疼痛感 后来发展到 就算胳膊不动都会疼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 疼痛更强烈 张金荣感觉 心脏好像也被揪起来了 喘不上气 但没过几天 他就找到了原因 在左侧锁骨靠下的位置 第三次摸到了 熟悉的硬肿块 在肿瘤医院 张金荣第三次被确诊为淋巴瘤 但他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会出现胳膊疼的症状 医生告诉他 造成他疼痛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肿瘤迅速生长 引发疼痛 二是肿瘤压迫了上肢静脉 形成了血栓 明确了症状出现的原因后 张金荣住进病房 接受治疗 张大姐当您面对着这个淋巴恶性肿瘤 再一次来的时候 您那会儿还能承受得了吗 我都无语了 我觉得这个是既来之则安之 这个不治绝对不成 因为它牵手我这边胳膊吧 已经弹不起来 而且这个大包长得还是这个位置 上次第一次复发是锁骨下 这回长到这个肋肩 胸上面的位置 肋肩这块了 就等于是锁骨上偏上的位置 而且特别大 我就这么着低头 这包就能看得见 就已经都发展成这样 不治不成 肯定不能不治 敌人都已经逼到眼前了 只能是迎难而上了 就得面对了 但是这个路程很艰辛 但是结果特别光明 我自己始终有这信心 之所以心里这么有底 是因为您的身后 有非常强大的医疗团队来保护您 是的 周主任现在面临多次复发的 这个恶性的淋巴肿瘤 我们有什么好的手段去对付他 这个敌人真的是 他既会伪装又狡猾 而且真的很难去对付了 是的 像他这种情况来 确实也比较特别 第二次第三次 但是我们也不少见 也会碰到 我们一方面有信心 这个病是可治 可控制 甚至可治愈的 但是确实也有一部分病人 像慢性病一样 他会再来 我们叫复发 我们在治疗的话 我们还是要遵循规范化治疗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路线 像他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选新的方法 新的药物 新的组合 来给他进行治疗 再次去争取 这种长期控制 甚至治愈的这种机会 那我们就以张大姐为例 张大姐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 现在我感觉到恢复得特别的理想 它有常标准的规范的化疗 然后我们还有新药的这种应用 还包括做干细胞移植 你看它有化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 造血干细胞移植 我们这主要是做的是 叫自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化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 就像两个士兵一样 其实就是去攻击 已经恶化了的 癌变了的肿瘤细胞 去杀了一些肿瘤细胞 相当于是我们战斗的武器 造血干细胞是我们人体的 自己的这种生产血细胞的 老祖宗 或者我们叫主细胞 干细胞 它具有分化每天增生 不同细胞的能力 可以用方法把它储备在外面 就相当于我们预先存了一笔钱 实际上是存的细胞 冷藏起来了 保护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给 病人做更大剂量的化疗 大剂量的化疗 剂量增加了 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就增加了 如果说你把那个大剂量化疗 比喻为放把火烧荒 都没了 细胞好的坏的都没了的情况下 我们再把保存了好的细胞 再给它回溯回去 回溯回去以后 它又像种子一样又发芽了 又生长起来了 这个过程就叫造血干细胞移植 它就通过了这样一个方法 又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那是适用于所有的淋巴肿瘤的患者吗 也要选择 因为这种方法有它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可能年纪特别大的 就不太适合接受这么强度的治疗 还有有些类型好 有些类型又差一点 总而言之 做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有它的适应症 张大姐算是比较幸运的 是能够接受化疗 再加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这两种手段的治疗 所以恢复的效果特别的好 一开始张大姐也提到了 后来是慢慢找到了一种方式 去和身体当中的 恶性淋巴肿瘤对话 对 我做移植的时候 需要在病房里 就是独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那时候吧 因为那个药物的作用 就打大剂量化疗 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一点都不夸张地说 连抬眼皮的力气都没有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我就每天就是 包括看电视 都是听电视 就睁眼睛好像都觉得特别累 所以我在心里默默地 就跟他对话 我说你啊 老是不请自来 我都不跟你计较了 你也饶了我吧 你也别白费劲了 因为你只要寝到了 我的体内吧 你也活不成 我必须要治 是吧 因为我要活下去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呢 咱俩还要和平共处吧 而且我在移植仓的时候 这么长时间 一直是咱们 为种林玛柳科的医生护士 陪伴着我 所以呢我就特别想感谢吧 咱们的医生护士 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所以就用这些 仅有的这些东西吧 就是我包那个消毒衣服的 这个纸 我觉得这个蓝绿色吧 特别地漂亮 所以呢 这都是您亲手叠的 对对对 用了好长时间 就将近二十天 才折了这么几个 表达自己感恩的心意 对对对对 就特别想表达 对咱们医生护士的感谢 我真的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我记住的就是他们的眼睛 就是他们的眼睛 到现在为止 有时候一眼想起这些事的时候 就都能在我眼前浮现 我觉得 我今天特别受感动 我觉得大家在一块 其实肿瘤来找我们也好 癌症来找我们也好 这个没办法 有时候它就碰上了 来了 但我们不怕 不拒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好的办法 科学的办法 去治疗 尽可能去战胜它 因为本身这个疾病 这个毛病 是可以治好的 是可以治愈的 至少有这么大的希望 那我们就努力去做 我们也由衷地感恩 我们有这么好的医生 谢谢 那我们在这个病房门口 还看到了一些心愿卡片 这个是由我们的医生 送给病人的 而且大概看了一下 你看 康复这个字样 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 这也是我们的医生 对于病人最大的一个期许了 这是我17年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做的 医生只做一件事 就为你们当卫士 就希望能够让他们 来到我们科里 能够放松一些 放心一些 愉快一些 克服当时住院的 各种治疗的困难 增强一点 战胜疾病 战胜淋巴流的信心 而且我们构建这个 卫士团队的 不仅仅是您个人 应该是一群非常优秀的 肿瘤内科医生 共同支撑起 保护我们病人的 一个强大的城墙 谢谢 非常感谢朱主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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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好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你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我们三位嘉宾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 你们的精度和感受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